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些天呢 我们学什么呢 就是学了这个J.Corey的一些事件 其实我们用的最多的事件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click事件是吧 用的最多是吧 点击的事件 那么实际上的话 还有很多其他的事件 我们在实际开发中也要用到 这个事件用的不多 但是什么 是必须用到的是吧 所以说也必须了解 那么我们讲了一些什么事件呢 比如说我们讲到的什么呢 这个blow和focus 这两个事件是干嘛的 就是这个input的输入框 它什么呢 它什么 获取焦点和失去焦点的时候会发生这个事件 然后的话 我们元素的移入移出是不是这样的 mouseover和mouseout 这个是什么 鼠标移入到元素上面去会怎么样 产生这个事件 鼠标移出的时候会产生mouseout这个事件 但是这两个事件是不是有问题啊 就是如果说有子元素的话会怎么样 一到子元素也会触发这个事件 是吧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世界冒炮的原因 我们后面也学到世界冒炮 是吧 那么的话 这两个的话 如果是有子元素的话 我们想做移入移出的话 最好都用什么呢 mouseout和mouseout这个的话就不会有那种问题 是吧 那么hover的话是什么呢 是这两个的事件的什么 它可以什么 同时写两个匿名函数来模拟enter和leave 是不是这样的啊 hover可以把它们合成一个写啊 比如说他们要写两个事件的话 hover可以写成一个写 是吧 ready的话是我们常用的 比如说我们页面加载的时候 我们写gory之前都要写ready 比如说要获取页面元素的时候 resize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窗口发生 改变的时候 会发生resize事件啊 scroll是什么 滚动滚动条的时候 是吧 然后的话submit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表单提交的时候 会发生这个事件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事件的一些东西 那么用这种的还是click 是吧 那么接着我们说这个事件的话 我们一般是用什么呢 直接用什么元素点什么事件 是吧 元素点click 什么元素点mouseover来写这些事件 是不是这样的啊 后面这个小货里面放一个一名函数 这么来写 那么的话绑定事件还有其他的写法什么呢 用这个bound吧 bound也可以啊 bound的话用的比较少啊 如果说你想绑定多个事件的话 可以用bound 然后是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事件的名称 中间用什么 空格格开 后面的话就是这个 这两个事件要调用的一个函数 是吧 就是这两个事件什么 都会做这件事情 而不是说可以分别写写事件啊 有同学尝试的 在这后面写两个匿名函数啊 这是不行的啊 就是说这一个事件 这两个事件 是吧 都是来调用这个函数的啊 这个意思 那么还可以什么呢 取消绑定 就是mbound 是吧 把这个事件名称写在这里 然后可以取消这个绑定啊 这个应该是了解一下就行的 就是说不是很常用啊 好 那么事件说完之后 我们就说到了什么呢 就是事件冒泡啊 以及事件委托 这两个干件的话 是属于我们JCOL里面算是比较高级的 高级的部分啊 也是也是需要掌握的一个部分啊 这两块的话 是在我们后面编程的时候 实际上是用处比较大的啊 然后面试的时候也是经常考的是吧 面试里显示你这个JS的功底 是吧 人家会考到这个 来看一下你的JS功底学的怎么样啊 一般会考试两个东西啊 那么什么事件冒泡呢 就说我们的这一个元素 是吧 它发生了一个事件 比如说是click事件 或者是mouseover事件 或者是其他的事件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它会把这个事件呢 往上传 是不是这样的啊 它自己如果在这个事件上绑定了函数 这个函数会执行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不管绑不绑定 它都会把这个事往上传 传到复级 复级的话会接受到这个事件 如果复级的话 在这个事件上绑定的函数 不绑定的函数的话 它也会接受到这个事件 是吧 然后把这个事件也接着往上传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这个叫什么 事件冒泡 事件冒泡 就是一直往上传 传到顶级啊 除非的话这个事件怎么样呢 被什么呢 被阻止了 否则的话它一直传到什么 document 是吧 一直传到 document 是吧 那么世界冒泡的话 为什么有这个机制呢 是它 什么 为了应用而 什么 应该是说有益的 而是说什么 有益的设置了这样一个机制 是吧 让它能够冒泡啊 那么这个机制的话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用到它 是吧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用它 需要什么呢 就需要什么 阻止这个冒泡 是吧 阻止这个冒泡 怎么阻止呢 我们用这个什么呢 event.stoppropagation这个东西来阻止 是吧 那么你想在哪个元素上阻止 你就在哪个元素上进行什么 阻止 比如说在这个bogos3上面阻止 是吧 那么它就阻止了这个事件冒泡了 那么这个click事件在它上面是要发生的 但是这个click事件在它上面就截止了 是吧 在不会往上传的 是这样的啊 不会往上传的啊 那么这个事件冒泡的这个东西是用什么 event的对象 这个event的对象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发生事件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有了啊 你直接可以用它 你要用它怎么用呢 就把它放在这个小货里面 传进去就行了 你这里传什么 这里就要用什么啊 比如说你这里传个a 这里就用a 这个a的话就代表这个event的对象 传event的就用这个event的啊 就这个意思啊 那么的话 这个阻止世界漫画的这个写法和我们的还有一个什么呢 它有一个阻止默认行为的一个写法可以合并 是吧 阻止默认行为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点击那个表单的submit的那个按钮 它会默认有一个行为 它就自动的把表单里面的表数据是什么 上传到一个action的地址吧 这是它的默认行为是吧 这个按钮本身就有这个行为 比如说我们点击那个a标签 它会电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是吧 它也是它的默认行为吧 是吧 也是它的默认行为啊 这个默认行为的话怎么样呢 可以用通过event的proven的default来什么 来阻止 是吧 然后的话 这两个什么呢 这两个写法怎么样 可以什么 合并吧 这个event propagation 是吧 这个阻止世界冒泡 以及阻止默认行为可以简写成什么 可以合并成写成什么 写成一个什么 return force 是吧 return force啊 那么这个return force的话就实际上是有很多功能了 是吧 阻止世界冒泡 阻止默认行为还可以怎么样 实际上是return还可以怎么样 结束还数的运行吧 是吧 所以说它写这一句的话实际上是有很多 有好几个功能 是不是这样的啊 可以用这一个写法可以做这么多事情啊 好 那么这是关于这个世界冒泡 世界冒泡的话我们做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一个弹框弹出来 然后我们点击弹框其他的地方怎么样 弹框会消失 是吧 那么我们怎么样呢 在多方面上绑了一个事件来关闭这个按钮 是吧 但是我们点击弹框的时候会冒泡到多方面上面 是吧 导致什么呢 弹框根本弹不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 我们就在弹框上面做一个阻止世界冒泡 阻止世界冒泡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弹框的写字按钮上阻止一个世界冒泡 是吧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什么 发生事件之后不会冒泡到腹肌啊 好 这样的话就是使得直接这个效果 好 那么这个的话是阻止世界冒泡 是吧 接着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利用世界冒泡的这个机制来帮我们做事情 怎么利用这个世界冒泡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事件委托 是吧 事件委托的话也叫什么呢 也叫事件代理 也叫事件代理 是吧 事件委托也叫事件代理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之前也组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如果说我们班上所有的人怎么样 要收邮件吗 收快递 是吧 那么快递哥来了之后怎么样 你是不是会出去拿快递啊 快递哥会通到每个人吗 每个人都出去拿快递 是不是很麻烦呢 是吧 这个时候怎么样 我们可以什么 全帮委托一个人 是吧 让他来帮我们收快递 是不是这样呢 帮我们收快递之后怎么样 就是快递哥就找那个人就行了 是吧 然后我们下课之后或者有空的时候再去找那个代理的人什么 拿我们的快递 是吧 这样做是不是很方便呢 是吧 这样做就很方便 那么事件代理的话也是这样的 也是这个机制 就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们的子元素都要绑定一些事件 是吧 子元素有很多啊 然后子元素有时候怎么样 还有增加和占除的情况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怎么样呢 把这个事件绑定呢 放到负极上面 绑到负极上面 是吧 反正你的子基怎么样 你发生事件会冒泡到我的负极上面来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不管你子基怎么变 反正你发生事件就会冒泡到我的负极上面来 然后我根据你的这个子基的特征 给予你相应的操作 这样是不是什么 是一种很好的机制啊 是吧 这个叫事件代理 也叫事件委托啊 这是事件委托的它的做法 是吧 事件委托怎么写呢 就是用什么呢 这个是负极 代理 代理 子基 它里面的LI 然后代理它的什么呢 克力个事件 是吧 然后的话 这里面的多大历史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发生事件的这个子基 是吧 判断这个多大历史的它的一些特征呢 给它做相应的事情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就是事件委托啊 实际上它可以什么呢 它的优点很多啊 首先是什么呢 可以减少事件绑定指数 提高性能吧 然后怎么样 还可以什么 让新加入的元素怎么样呢 拥有相同的操作吧 所以不管那个元素怎么变都可以 都没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 实际上是简化那个程序编码吧 简化程序编码还有这个特征 还有这个好处 是吧 好 这是关于事件委托啊 事件委托 接动讲的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节点操作 是吧 节点操作也就是说 我们新建节点 然后往页面上插入 或者是已有的节点换位置 是吧 已有的节点换一个位置啊 就是关于节点操作啊 节点操作的话 那么有这几个方法啊 这几个方法的话 可能就需要在用的时候再把它复习一下啊 复习一下这几个方法有时候有点绕 是吧 好 那么这几个方法的话 接着这几个方法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什么呢 这个计划列表的一个例子 是吧 就是往什么 页面上动态的插入 我们的这个列表的 就是计划的一条条的那种什么数据 是吧 动态插入数据 动态插入的时候就相当于 我们这个数据怎么样 会有变化吧 然后每一条数据上面会有什么 改变位置以及删除的一些操作 是吧 这些操作把列到每一条上面怎么样 就比较麻烦 是不是这样的啊 如果 如果你每新增一条 每一次还得重新绑一次吧 要不然的话 新增的一条是没有这个事件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事件绑在什么呢 绑在这每一条的负极上面 是吧 负极的话来统一地处理这里面的每一条它里面的三个操作 比如说向上向下或者是删除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 计划列表的例子啊 好 接着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 呃 一个是鼠标滚能的事件 是吧 鼠标滚能的话是什么呢 它是原生的没有啊 啊 接抗里没有鼠标滚能事件 所以说要用这个滚能事件怎么样呢 我们要用到这个接抗里的插件吧 接抗里mouse wheel的插件啊 那么接抗里mouse wheel的插件的话 这个插件什么呢 它是呃 就是需要什么 另外的引入一个js 是吧 另外引入一个mouse wheel.js 这个啊 这样一个文件才可以用啊 这个的话就是兼容的啊 原生是不兼容的 所以说我们用这个插件是兼容的 就是那么这个mouse wheel 它会怎么样呢 就是在我们在 滑动鼠标滑轮的时候 它会返回我们一个数 是吧 比如说怎么样呢 鼠标向下滑的时候 它会返回一个什么呢 返回一个什么 一 是吧 返回一个一啊 向上滑的时候 返回一个负一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一和负一的话 就可以看到鼠标是往下滑 还是往上滑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我们结合这个的话 就做了一个什么呢 整平滚动的一个例子吧 整平滚动的一个例子啊 整平滚动一个例子的话 就是鼠标滚能滑动的时候 每次你这样滑的时候 我就怎么样呢 你向下滑我就什么 加一吧 向上滑就减一 就是地几屏 是吧 用一个变量跑成地几屏 然后向下滑就加一 向上滑就减一 然后通过地几屏来滚动到地几屏吧 滚动地几屏实际上就是用animate做动画 是不是这样的啊 animate做动画啊 好 然后的话 那么这个就打开说一下啊 这个的话是鼠标滚能啊 这个是整平滚动的这个啊 好 整平滚动的这个例子的话 就是用的mouse wheel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什么 插件 是吧 接口水插件 然后用了它的这个四键啊 鼠标 每次判断这个鼠标是往上滚还是往下滚 是吧 这如果是往下滚啊 这是往下滚啊 这是往下滚啊 这是往下滚 往下滚的话是负一 是吧 负一的话 然后这个当写的屏加一 是吧 如果不是负一的话 那是等于一的话 那么else就是减一 是不是这样的啊 减一下 就是判断当写是地几屏啊 通过地几屏的话 那么的话 这地几屏的话怎么样 还有一个限制吧 就是说你是往上滚 你不能超过什么 第一屏吧 这往上滚是不行的啊 再往下滚的话怎么样 你不能超过最后一屏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不能超过最后一屏啊 然后通过这个 主要是通过这个参数来怎么样 来判断当前滚动到地几屏嘛 运动到地几屏啊 然后的话再用什么呢 小圆点指示到地几屏吧 是吧 小圆点指示到地几屏啊 好 那么这是滚动到地几屏 然后地几屏上面做动画 然后是小圆点指示地几屏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样子的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这个鼠标滚动事件怎么样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高频触发的事件 是吧 就是我们在滚一下滚动的时候 实际上它触发了好几次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这里面的事件事不会做好几次啊 所以说我们北侠滚动一屏 结果它滚动了三屏或者四屏 是吧 一下子滚动完了 相当于是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用了一个什么呢 就用了一个定时器的这个什么方法 是吧 我们把这些事情放在一个什么 定时器里面 然后延迟两百毫秒执行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定时器是什么呢 它是什么 只执行一次的定时器吧 它只执行一次的定时器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定时器的话会延迟两百毫秒执行 是吧 那么我们进来的时候怎么样呢 在鼠标进来的滚轮 这个事件进来的时候怎么样呢 我们先把这个什么 定时器给清了 然后再开啊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怎么样呢 你在滚动车滚轮的时候发生了五次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前面四次在进来的时候怎么样 已经被清掉了吧 而且每开的一次怎么样 每开的一次定时器都是在延迟两百毫秒之后再执行 所以说在两百毫秒之内 我们相当于把前面的几次全部给清掉了 保留了最后一次 是吧 所以说始终是最后一次有效 前面的怎么样 全部被清掉了 是吧 那么这个原理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就是这个函数节流的原理啊 函数节流 这个原理就叫函数节流啊 这是应该是什么呢 定时器的一个什么 高级的使用技巧啊 定时器的高级的使用技巧就是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到这种方法啊 比如说大家后面如果是碰到什么 还有一些高频触发的 比如说是 Resize 事件呢 比如说就像优化Resize 或者是优化其他的一些东西啊 比如说后面还有什么呢 这个 almost move 这个是鼠标移动的事件啊 鼠标移动的事件一般是做什么呢 做那个拖拽的啊 拖拽的话 那么我们一般什么样呢 用插件来做啊 我们今天会讲到用拖拽啊 一个插件的方式来做拖拽啊 比如说是通到这些什么 高频触发的事件 我们可以借助这种原理啊 通过这个什么呢 定时器的方法来帮我们什么 减少触发的次数啊 那么优化性能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 就是大致的是我们上次课学的一些东西啊 大概过了一遍啊 大概过了一遍 好